今天回到Selora Resort 带大家看一套它最大的样板间 这个房子呢有9个卧室 4300多平方尺 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样布局这9个卧室的 进了这个样板间之后呢 先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它一进门之后的这个非常正式的玄关 在玄关的右手就是一个卧室套房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卧室套房面积非常大 而且它做了一个吊顶的设计 这里放的床呢是一个king size的 而且是加宽的床头柜 再加上它的这个窗户的走向和正门一样 而且是个加大的窗户 所以就采光也非常棒 我来看一下它的浴室 右边呢就是一个带窗的面积非常大的一个卫生间 然后再往里走就是它的大的冲凉房 带高窗和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双台下盆 这个步入式的衣帽间对于我们短租房产来说是面积非常大了 因为这个房子是样板间所以它的所有的门都没有装 客户买的房子在交房之前一定都是会装好所有的门的 在这个卫室套房进门的地方呢也有一个像玄关一样这样的设计 就比较雅致 我们继续往前走 在玄关的左手 它是通向双车库的门 来看一下它车库大小 因为是度假屋再加上奥兰多天气本来就很暖和 基本上是不会下雪 即使下雪也在地上没有办法积住 所以我们都是会把车停在这个driveway上面 那么车库很多业主就选择把它升级成了一个游戏房 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洗衣房 如果业主选择的话 其实是可以放两套洗衣机烘干机的 那么根据这个房子的卧室数量 它是有9个卧室 所以它承载客人的数量呢 可能是18个到20个客人 这里是它的楼梯下面的储物间 是不是面积非常大 这里业主可以把它不但装一个门 而且装一个隐私的锁 这样子自己就可以放一些自己的私人用品 不受出租的影响 最后来让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非常堪阔的生活空间 这是上二楼的楼梯 有一个正式会餐厅 它正式会餐厅的带窗 它这里放的是一个食人长桌 空间感还是非常强的 它通过一个这种镂空隔断的局势 在这边呢 做了一个很大的游戏室 你甚至可以把它布置成一个小的电玩室 带窗 非常大的推拉门 这边也是正式会客厅 和宽敞的美式厨房 厨房里面还带了一个非常大的pantry 电器也都是包含在房子的积水价格里面了 它不但包含了我们常见到的洗碗机 烤箱 微波炉 同时也配了电冰箱和洗衣机烘干机 我们去室外看一下 它室外的这个50尺面宽的四家阳台 以及四家泳石 它这里的门呢 就是通向了一楼的半域 整个房子不但泳池是标配 这个pool enclosure是标配 而且它的这个水疗池的加价也不是很高 房子现在也有很多同户型线房 那么它线房价格当然也就是包含了所有的地块升级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室外的 可以进去洗手间 面积也非常大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储藏室 可以做衣帽间 也可以用它来做就是放肥皂和毛巾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二楼看看 二楼上来之后呢 想大家给特别指出来 在它楼梯有一个非常大的观景窗 所以整个不但楼梯采光好 它的二楼的这个厅呢 采光也是两面通光 那么看到它这里有一个非常大厅 那我们大家知道它这个户型是有九个卧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面困的户型 那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卧室都是怎么布局的 以上楼梯左手的这个走廊 首先就是一个干湿三分离的浴室 继续往前走 它有一个面积非常大的卧室 这里放的是一个king size床 采光还是非常的棒 也有自己的衣帽间 再往前走 左手 这里呢 它就是一个 放的是一个king size的床 稍小一点 但是大家看它床头柜的大小 和它剩余的空间 其实如果你想放一个king size的床的话 也是可以放得下的 这里是和另外一个卧室 这是共用的眼镜房设计的洗手间 双台下盆 然后左手是一个带推拉影丝门的 这样的pocket door 然后里面呢 也是带高窗的一个冲凉房和马桶间 这是卧室三 那么我们从卧室三的正门出来 在这里也有一个专门给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个小的卫生间里配的一个储藏室 那么在楼梯的右手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卧室设计 这里的双开门呢 是它空调机的工作室 继续向前走 这里它放的是两个上下床 下面是一个小号的双人床 上面是一个单人床 它设计是一个孩子的这种设计布局 这也是一个眼镜房的设计 卫生间 带高窗的马桶间 然后另外一个卧室 这是楼上的第五个卧室 它的卧室设计的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联雅的这样的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queen size的床 那么出来继续往前走 右手是第六个卧室 它这里设计了一个动物主题的孩子房间 它是放了两个小的单人床 这个房间呢 它也是和另外一个卧室设计成了一个眼镜房的设计 它的每一个浴室间都是带高窗 所以采光非常棒 这是卧室6 它这里放的也是一个queen size的床 从卧室6的正门出来 大家现在有没有不转晕了 我们回到厅这里 然后来看一下厅里面最后的一个卧室和这些设计 这是有一点点套房的味道 它带自己一个单独的干湿三分里的浴室 一个非常大的卧室 采光也很棒 它这里放的床是一个queen size的 房子看完了 可能看完房子之后 大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疫情肆虐的这种情况下 这样子的房子还能买吗 投资以后能收的回来吗 我们到时候遇到的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关于相关的问题呢 我们专门有给大家开了一个视频 讲详细的内容 其中包括 大家比较关心的 现在这样的房子有没有漏减这个问题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参照一下我们上一次的视频 然后了解一下其他的信息 这里呢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小区 这个小区是在迪士尼附近5英里不到 开车十来分钟不用上高速 就可以到迪士尼的一个社区 它的整个会所的配套 以及小区的设备和定位都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在前几期呢 也专门的给大家讲了 它其他的几个样板间的房子 包括有航拍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查看我视频下的简介 了解一下其他的户型 以及整个小区的综合概况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来聊聊这个户型 这个户型有9个卧室 9个卧室对于一个独栋别墅来说呢 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房子 即使在这个小区它也是面宽最大 或是数量最多的一个户型 那么很多朋友就可能担心 买这样子房子去做投资 有没有那么多人来住呀 租给什么样的人 这个其实在疫情之前 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最难理解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能要了解一下 就是首先 什么样子的人更倾向于住 迪士尼这样子的房子 那么很多朋友来奥兰多旅游呢 其实说白了都是想享受一下 奥兰多地区非常有名的世界一流的主题乐园 那么其次呢就是可能会考虑到奥兰多周边的海滩 或者是到迈阿密去玩 它都是一个附带项目 其实说白了来奥兰多旅游的人 他主要还是奔着迪士尼这个名字来的 所以他的消费群体呢定位也非常清晰 他大部分都是带着孩子过来一起的家庭 当你来奥兰多度假的时候 算上自己的孩子 爸爸妈妈 有时候还有兄弟姐妹 以及他们的孩子 九个卧室就挺容易就分掉了 还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遇到学校的一些 宗教类型 或者是体育类型的一些 培训到奥兰多地区 那么他们有时候 也会经常租这样比较大的户型 甚至有一些公司 他搞团建也会租这样的房子 刚才又买家进来看这套房子 所以跟大家换一个地方继续聊 那么这个房子呢 从总体上来说呢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户型 所以我觉得它更适合 主要是想买这套房子 用来投资的客户 如果你只是每年想来奥兰多 候鸟三五个月的话 而且没有需要这么多卧室 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这个月 给大家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户型 其中包括三五个卧室的小面块户型 下一个房子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